今天要來向大家介紹的是厚奶蓋系列 準備材料有玉拌粉及冰牛奶 冰牛奶溫度建議在5-10C左右 打發效果最佳 試熱機型有4種 第一種手持攪拌機 將冰牛奶與玉拌粉分別倒入容器中 以慢速攪拌1分鐘再進行刮缸 刮缸的目的是為了將底部或是周圍沒有打到的粉刮起來攪拌 避免攪拌不均勻 接著快速打發4分鐘 實際的打發時間只需要看它的打發狀態而定 手持攪拌機打發倍數及效果最佳 不一定要打至4分鐘 請自行掌握時間 冷藏過後的奶蓋會較為細緻濃厚 第二種均質汁 將冰牛奶與玉拌粉分別倒入容器中 以慢速攪拌1分鐘 進行刮缸 刮缸的目的是為了將底部或是周圍沒有打到的粉刮起來攪拌 避免攪拌不均勻 接著快速打發約4分鐘 實際打發時間須是打發狀態而定 使用均質機在製作奶蓋的時候會出現許多氣泡 但並不影響生品 奶蓋打發後濃稠度並不明顯 但是經過冷藏之後奶蓋會明顯濃稠 均質機所形成的泡泡 可以利用橡皮刮刀攪拌均勻即可 第三種選客機 將冰牛奶與玉拌粉分別放入容器中 先攪拌1分鐘 再進行刮缸 刮缸的目的是為了將底部或是周圍沒有打到的粉刮起來攪拌 避免攪拌不均勻 接著打發4分鐘 實際的打發時間須是打發狀態而定 雪克機有容量的限制 雖然有容量的限制 但雪克機最製作出來的奶蓋最為穩定 利用雪克機製作的奶蓋一開始會偏稀 但是經過冷藏之後奶蓋濃稠度會增加 第四種冰沙機 將冰牛奶與玉拌粉分別倒入容器中 先攪拌1分鐘 進行刮缸 刮缸的目的是為了將底部或是周圍沒有打到的粉刮起來攪拌 避免攪拌不均勻 接著打發約4分鐘 實際打發時間須是打發狀態而定 冰沙機利用離心轉速 敗路的空氣較為少 雖然它打發程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它的口感極穩定性良好 冷藏過後的奶蓋會更為細緻濃厚 甜液後奶蓋較為濃稠濃厚 利用它濃稠濃厚的狀態放置茶湯上裝飾 或者是搭配甜液的杯子蛋糕 或者是搭配甜液的杯子蛋糕 或者是搭配甜液的杯子蛋糕